跑近了是吧 先到你那里去登机啊 好 马上过来啊 登机好了 准备进场了 昨天停到这个地方蛮好的 后面正好有个东西挡着 好多时间没来啊 这个这个一栋大楼又起来了 变化真大 7点半 档子已经交掉了 现在就等卸货了 这个今天看外面集装箱好像没有 不知道一扇门能不能来帮我写 现在也不敢找货 这个地方就是这样 7点40 已经开始新货了 快了 没多少了 这是前一段时间送来的 这个这个脚上这是收潮了 那是磨坏了 这里面都是退回去的 搞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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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子清好了 8点45 走 先开出去 这一天 这一天 哇塞停满了车啊 这往哪里去呢 停到之前停的那个停车场去 后讲春文化礼堂 这里有做核酸的做个核酸 把这个回当拍照发给厂里 刚才收获的在跟我吐槽的 说最近每次送过来都有破的和槽的 这个责任心三个字啊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你说我们刚才看到的 有三十几个是昨天送过来的 这么大的纸箱子 估计对二十朝上一个了 那三十几个就是七八百块钱 那厂里扣你的运费好呢 不扣你的运费呢 扣你的运费嘛 那一扣基本上没有剩了 不扣嘛 对厂里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损失 现在做生意都不容易 厂里也难 所以就像我上一期说的 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这个车子是我们赚钱的工具 我们一定要把它弄好 你车子漏雨嘛 你把它找出来打胶呀 上面打胶 下面我们用东西垫 木板 纸皮 塑料 纸 如果雨大了 那门口我们用薄膜一打 那根本不会漏的 对吧 细节啊 细节 决定成本 找货 找货 吃饭 吃饭 吃完中饭已经是11点40了 刚刚订了一票货 从这里去上雨 装那个塑料瓶到常熟的新装 这个天台这个地方货不多 就那几票货 那现在这么高的油价 我们往黄岩 泰州那边放 不合算 100公里 来回200公里 就要400块钱油钱 根本不合算 只能往北了 一味的等 不是办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飞猫 记录和分享 最真实的货运生活 关注我 我们下期 再见